937人 北海银行的VaiologMemang的客人 来到来 来到 再到 一班级 一班级 大家好 我们已经这么看了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我现在已经到达午饭了 然后跟这个车 四月 然后再回午饭 但现在气氛已经很热了 然后我 很高兴的 准备去吃宵夜了 我已经取完行李了 然后现在去做出租 去吃宵夜了 坐飞机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飞机上电波再来 我得好好一下抗劳我自己 镜头最大啊 镜头最大 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 宵夜了 一家帮宵夜了 一家帮宵夜了 没有事 我是冬奖 那个我们刚到宾馆安排了一下之后 就是突然说就是说旅足劳顿 然后一身一味 就是封城铺木嘛 但是该吃还是得吃 然后就到附近吧 就是店员最艳的叫 沐岗王烧烤火 然后就会少给湿点 现在已经是后卖夜了 然后吃很多,我也吃不进去 所以我就想车顺流点 烧烤火是干的 然后点个湿的 然后就点个卵粥嘛 这样干湿咖啡就 那就比较顺流 然后就是我们 从宾馆带出来的手里 还是挺好喝的 但能不能看出来 我觉得比较疲惫啊 也没有那种疲惫的感觉 我的菜来了 点个腰花 先闻一闻 腰饿的味道 上面刷了芝麻 然后酱料 然后点个是味道 让我尝尝 嗯 嗯 腰非常嫩 很爽 很爽 满满的 料子味道 味道很香 这么香味儿 哎呀,这辣椒是够不进的 挺辣的 所以这个 然后最后的这个 嗯 不错 腰非常嫩 然后香料 也很甜 就在地 就这样炒了 鸡汤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刷了酱 有辣椒 而且呢 后面还被开了背 所以它的味道 也应该进得更进去了 然后尝尝 嗯 这个是甜口的 这是甜的 然后 也有一些辣椒的辣味 但是辣味不是很好 但是又很 很 然后也挺结味的 应该 应该 它这个玩意 这个鸡汁吧 都不会有三个味道 然后每个味道都应该点个尝尝 就是说在明天可以吃尝尝 我们点的皮蛋瘦肉粥上来了 然后这个粥的话呢 是用砂锅煮的 所以非常的浓稠 而且非常的烫 而且它皮蛋给的好大一顿啊 在我印象中皮蛋都是 切那种丝丝的那种 就是一点点的 然后它这真是 那皮蛋真的是太实在了 这么大一碗 然后呢 现在 对手吃的是肉筋 来介绍一下肉筋吧 来介绍一下肉筋吧 这是肉筋的 嗯 真的好吃 它这个肉啊 非常嫩 而且呢 咬起来还是筋的 就又又没有筋的 然后呢 不辣 然后吃的是这个肉的本味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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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了十八多 它家呢 叫凤爪王 所以它家的爪子 应该是 就是这个爪子 应该是特色 然后 我点了一块 就感觉很浓 的感觉 嗯 嗯 爪子 爪子 点是味过了 就是 外焦里面 然后诺墨的 嗯 烤的类似于免质的感觉 嗯 烤的又类似于铜 一米小肉就下巴 吃起来非常的容易 而且味道非常的好 很鸡味啊 好 助理快吃吧 瘦肉来了 就是瘦肉 然后我来尝尝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它肉很嫩 而且都是鸡肉 嗯 用料挺走心 加上它的这个 这个料啊 就是给的不是很重 就是吃这个 它这个 这个 这个食物的本分 嗯 这个肉非常的嫩 而且吃起来 并不 并不嫩 嗯 不像 就是 有些店 那时候 是比较 它家一点都 非常好吃 喝粥了 这才是皮蛋瘦肉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满满的皮蛋瘦肉 满满的皮蛋瘦肉 我要尝尝了 满满的皮蛋瘦肉 这个瘦肉 嗯 很有味 然后满满 也挺有味的 这粥喝起来挺顺整的 然后看我们这个去火 是稍微干的 这个是食的 两个一种 挺老头啊 挺老头 都蒙了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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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彩鸡鸡鸡鸡鸡鸡蛋磷